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哲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知乎哲也的朋友们,我是宛如,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海底捞汉以海国际。 命运总是如此巧合,海底捞汉以海国际在春节后双双腰斩,两家公司无疑是消费赛道里面比较优质的公司, 大幅杀跌除了估值贵之外,各自在经营上也遇到一些挑战。 站在当前十点,其实两家公司的配置价值已经显现,而我觉得以海国际的抄底价值要大于海底捞, 核心区别在于餐饮股买成长和翻台,这里要强调一下。 当前海底捞的这两个核心变量均出现隐忧,而调味品买的是品类扩张和提价, 目前以海国际的品类扩张还在有质量的推进中, 下面是我近期对两家公司的一些思考。 首先来说一说海底捞。 一,目前股价表现较弱的原因,预期开店速度下调和单店收入质量下降,导致对业绩预期的下降。 二,门店数量,20年总店数为1298家,目前给的开店指引偏保守, 主要是服务员的熟练度跟不上,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,没法展现的特色。 三,单店收入表现弱的原因,目前找到的两个原因,主要是门店加密了,以上海为例。 有100家店,2018年20多家,2019年70家,和2020年的100家海底捞。 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下降,如疫情后,如小孩托管就不放心了。 三,新业务的培育慢于预期,第二成长曲线暂时看不到,都在大规模试水阶段, 公司的服务基因,适应高成本打法,难以适应快餐式的性价比模式。 四,海底捞的竞争优势,最强的还是其供应链管理能力, 其次是人才培养输出能力,最后才是产品竞争实力。 五,对以海国际的影响,作为关联方,目前,公司在进行市场化改革, 引入第三方供应体系,目的在于想保证供应链成熟稳定,和降低成本。 以海国际作为供应商存在持续被压价, 难以凸显自身的溢价权。 六,投资结论,餐饮股的投资主要是买成长, 开店数量是决定业绩最核心的变量, 翻台率是维系估值的关键, 目前处于开店放缓,翻台率恢复和新曲线培育期。 股价相对比较混沌状态,三个关键因素, 开店、翻台率恢复和新业务第二曲线成型里, 需要有一个突破,才能看到股价向上的动力。 再来说说以海国际。 一,目前面临的三大担忧,成长增速放缓, 关联方海底捞的压价和去海底捞品牌化后公司竞争力降低。 二,成长增速放缓,公司过去五年, 基本上是保持50%以上的增长, 和新来自于品牌渠道红利家品类的扩张, 大的渠道红利吃完加方便食品的推广效果一般。 去年下半年,公司业绩成长,面临增速换挡问题。 20年下半年,收入每利润分别实现19.6%除以8.5%增长, 严重低于市场预期。 三,去海底捞品牌的战略思考, 市场担心去海底捞品牌后会降低公司的品牌形象, 而公司认为过度依赖海底捞品牌,会为公司的发展设限。 主要是海底捞品牌,适合做火锅底料, 消费者的认知就是海底捞火锅, 继续用海底捞品牌,会限制其他品类的扩张。 其次用海底捞品牌,会有广告上的限制, 公司没法更好去做品牌推广和营销。 我觉得公司的战略思考是对的, 海底捞品牌帮助以海国际建立起强大的渠道力, 接下来以海要走更远, 则需要在自有产品上建立起强大的品牌力, 也算是以海国际的成人力, 完成这次蜕变以海将会坐实复合调味料老大的核心位置。 四,公司文化观,偏成长文化, 强调发展,靠内部培育起来的人为主, 这点很一致,员工激励各方面比较好。 体制不僵化,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, 老板更注重员工努力的过程而非结果。 更加看重公司团队稳定性比较喜欢用老员工, 对合作伙伴选择让利, 这是和天味食品差异最大的地方, 天味能压货就压货, 而以海不强调给经销商强制压货。 保持良好的渠道库存和更大的让利。 五,公司未来几年的成长展望, 在品类扩张、渠道扩张和品牌建设三大驱动下。 预计收入端还是有望维持预计30%的负荷增长, 21到23年收入端分别为70亿、95亿和120亿, 而利润端在营销费用加大和海底捞压价双重背景下。 阶段性利润率,难以保持之前20%的水平, 按保守17%的利润率来看, 预计未来三年,利润预计在12亿、16.5亿和20.4亿。 对应限价PE估值分别为52倍、41倍和31倍。 六,以海处在一条比较好的赛道上, 复合调味品渗透率,处于成长阶段, 是调味品里面景气度最高的, 初步完成了渠道建设阶段。 目前脱离海底捞作自由品牌和产品, 是以海的成人理,市场对此有一定分歧, 需要持续关注公司新品类的发展情况, 目前未注意到公司的优势丧失。 公司还是富调里面比较优质的成长股。 七,观点,市场在等趋势明朗在进场, 对于短期因素,我觉得市场的担忧有一定道理, 目前的估值状态还未完全隐含这些担忧。 我认为市场的三大担忧,除了海底捞压价, 这个有一定和理性,对于另外两个担忧我自己的看法。 关于成长增速放缓,随着公司体量慢慢变大, 还要求公司像之前一样,维持40%到50%的增速, 我觉得要求过高,公司现在的增速, 依旧是领跑所有调味品企业的。 关于去海底捞品牌化后,竞争力降低, 公司的火锅底料依旧用海底捞品牌, 而其他的新品类,如川菜调味料,方便食品,酸菜鱼料, 逐步用新品牌快手小厨,其实更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。 因为海底捞一定程度,还是火锅品牌, 拿这个品牌去做其他品类,并不占优。 关于海底捞压价,压力会持续存在。 但这是一个投币生意,无销售费用, 依旧是一个盈利能力很稳定的业务, 且压价有一个底线,海底捞不太可能为了节约成本, 去降低质量,持续引进第三方压价。 最后,投资建议,目前股价大幅下跌, 已经释放了大部分风险, 目前还在基本面和股价,接近左侧见底阶段。 买入10点,可以等一个更安全的价格, 我认为对应22年业绩35倍估值, 700亿港币附近相对安全, 或者等基本面上的改善,打消市场担忧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前留言讨论, 特殊10点的看法, 远比事后,马后炮说当年的看法更有意义。 感谢您的观看, 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